你最早开始练城市 对 你练的是那种 我练的是阳市的小架 小架 对 你练的太极应该 不管城市阳市 都是这么过渡 到这样子就停了 对不对 对 是的 就是松胯 对 我练的太极是 出去以后 过渡到这里以后 还带一个垫脚 就是五步拳里面的虚步 虚步 你有没有发现 五步拳这个虚步里面 只有在五步拳出现 其他地方没有出现 第一次见到 第一次见到 这个在内地比较没有流传 就传到台湾了 那我一直很想学学城市的 你今天这样 你带我打一些城市的 基本动作 对 你过来 他跟着我们 他欣赏我们打拳也行 没事 让他也动一下 对 开步 对 起手 起手的话是 起手向左 向心向下 对 左右相对 左右相对 对 到腰部 推 推出去 重音转移到左脚 推掌 重心 向前 收脚提膝 重心回到我们的右脚上 好 出脚 这个难 出脚 好 好 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 好 转重心 回到正前方 重心上前 你看 手部向后 拉 起 起 金刚导追 起 提膝 下落 好 好 你知道这几次的使用法 使用是 怎么用 绿手 回 拉 出脚 出脚 所以说就是 回 推 出脚 打碎 这个实战也能用得上吗 完全用得上 然后金刚导追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金刚导追 嗯 你们阳式是怎么怎么说 阳式没有金刚导追 对 但是城市的金刚导追是 你从后面抱住我 有 这不困住了吗 噢 噢 噢 所以就要 浑身的力点 打出去 线 这只是表面的用法 事实上为什么要剁这个脚 你知道 嗯 再狠一点 哎 开始给我脚脚 抱住对不对 跺脚跺哪 脚指尖 对 脚尖 踩下去 踩脚 踩脚 没有人告诉过你对不对 是的 这个其实就是 一件传统实战性的 就是可能以前的就是 包括我们的竞赛一些 它就变得更 呃就所谓的 规定化 嗯 以前所谓的这种 击打方式 击击方式 就是让它慢慢的弱化 嗯 嗯 其实更多的其实可能就是说 养生 强生电体为主 那我们我们来玩一些实战的东西 太极实战 好 太极拳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 推手 你以前有接触过吗 对啊 有接触过啊 对啊 这两天不是一直在给你推吗 哈哈 在我之前 啊 在我之前有有会推 对 我我这样子 因为今天咱们之前推过 我让我老婆来示范一次 老婆来 你们平时也在推手吗 我教她 好 好 来 哎呀 哎呀 你让着我吧 我我已经好 我让她 终于找到保持甜蜜的 密集了 就是天天在家里推手 嗯 啊 啊 啊 他急了 那你们来 哎你你会玩那个吗 就是那这个 这个我倒没玩过 怎么玩 一样就是 来破坏对方的重心 啊 一样的 其实这个很考验 下盘力量 那个感觉 脚尖对脚尖 脚底脚啊 一样的 哎呀 哦 哈哈哈哈 看到没有 我根没有他稳 他根基扎口好了 耶 我是半路出家的 好 这和推手也很类似 有点像 对 但是 是 会发力哦 哦 来 像一下的那种小的 对 对 手还可以自动开 哦 啊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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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他下半还稳 哇